中广早报新闻 各地西半部雨势也不小 所以除了带雨距之外 进出一定要特别留意 大雨当中行车 或者是走路的安全 另外今天早报在 头版的新闻聚焦部分 包括了中时联合自由 头版头条聚焦的重点 都放在今天 中国人大要审议的 港版国安法 那预料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 应该是全数过关没有问题 所以接下来包括台湾方面的反应 包括美国的反应 以及一些在财经市场上的一些回馈 以及它接下来可能的变化跟影响 持续占据今天早报 头版内页的新闻版面篇幅 今天中时联合自由 头版头都跟 这个港版国安法有关系 在联合报部分 则是把昨天我们蔡英文总统的 回应放在版头的大标 蔡总统叫中共悬崖勒马 赶快停下来 而中国时报 今年头版头条则是外交部长吴钊燮 接受美国福斯新闻网 专访的时候 吴钊燮说 好香港问题处理到一部分 一个段落之后 接下来呢 中共要对付就是台湾了 那可能对台湾动武 可能会有军事行动 好当然这东西 今天各个报纸内页 有不同角度的分析 稍后我们一一来听 好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头则是 在香港包括反送中 包括这一版的 这个国安法通过之后 香港人纷纷要寻求其他的外逃模式 移民也好 到外面去读书也好 人数都大幅增加 今天自由时报头版头提供的数字是 香港学生申请到台湾来 大幅增加了大概62%左右 好这是今天各个报纸 在头版的焦点 今天早上外电部分呢 则是有一些媒体的报道 在针对港版国安法过关 美国当然态度最强硬 川普先说在一周之内会告诉大家 他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反制行动 美国勾勤蓬佩奥今天再加码说 香港现在已经不是高度自制了 他违反了50年不变的承诺 所以美国可能会取消 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待遇 当然以后所有对香港的一些政策优惠 没有了之后 香港等同中国大陆了 所以对待的方式是一样的 而台湾今天除了行政院正在跨部会讨论 要是一个专组来研宁接下来 如何对待香港人可能到台湾来 不管是就学经商或移民 会有一些相关的政策 而立法院蓝绿或者是白 大家的立场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朝野将对港版国安法 发表一份跨党派的共同声明 当然原则立场都是反对的立场 好来整理一下 今天在早报以及今天清晨最新的进度之后 我们回来听一下 今天在详细内容部分 各个报纸给大家哪些丰富的讯息 先听到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蔡呼吁中共悬崖勒马 这是蔡英文跟苏贞昌 两个人谈过之后的共识 蔡舒惠的共识 行政院要组专案小组 对香港人人道救援 好这是今年联合报的头版大标 中国时报头版头则说 港版国安法今天将通过 吴钊谢语出惊人说 大陆下一步恐对台动物 这是今天忠实的标题 自由时报反送中效应大出走 港生申请到台湾来 大幅增加62% 好我们先来从程序上来切入 今天人大早上就渴望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 那接下来人大常委会会赶快完成立法程序 路透引述川普在白宫的话说 他准备本周会对大陆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 不过到底怎么样制裁到目前为止 不知道各个报纸都有一些推测可能的做法 包括冻结大陆官员跟企业在美国资产 限制大陆官员的签证 美国国会员也提案要求制裁损害香港自治的 大陆官员跟企业 惩罚有关实体做生意的银行等等 不管怎么做 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待遇之后 香港长期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势必会受到重创 当然这个是在程序部分要可能的一个做法 那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则是除了程序之外 有昨天蔡总统的回应 蔡总统说 希望这个中国政府悬崖勒马 不要违反对香港人民50年不变港人治港的承诺 那台湾方面会有一些具体跨部会协调 来帮忙这些香港人的一些作为 他表示包括投资移民门槛降低 或者是目前相关法规 当然比较松的会继续做下去 那比较严的 对于未来港人的安置就业照顾 则是要另外专案来处理 媒体就马上问说 那我们会不会修所谓的难民法 好难民法记不记得之前反送中的时候 蓝营也提过 但是蔡总统说这个东西港澳条例就够用了 所以不会考虑再修 那这一波在港版国安法之后 总统态度有没有改变呢 今天联合报有相关报道 联合报说 蔡总统表示港澳关系条例规定已经够 不管这个条例未来会不会调整 照顾香港人民决心不变 会提供他们必要协助 让他们可以到台湾来居留生活跟工作 所以换句话说 目前这个难民法从蔡总统的回应听起来 应该还是不会做调整的 好这是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中国时报则说 吴钊燮接受福斯新闻专访时表示 各国忙着处理疫情 大陆政府则在全球扩张势力采取行动 除了南海东海增加军事行动之外 继续对台湾施压 要求其他国家不要跟台湾往来 特别是西半球国家 他说大陆政府明显趁各国在交投烂额的时候出手 各界必须要保持警觉 如果香港倒下 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 可能就是台湾了 说我们对此非常慎重 试图要保护自己 好听起来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情资啦 或者是这个有非常非常明确的所谓证据 而是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研派 可能下一步就会对台湾动物 昨天蔡总统特别强调 对香港的情势 当然台湾要高度注意 也会要求相关单位密切注意情势发展 而国安单位有掌握各项的情势 对于目前的状况是相当清楚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做的一些配合报道 针对吴钊燮的说法 中时在内夜当然也有一些配稿 今天中国时报在三板 则说台港向前行 大家一起走 没有必要打孔中牌 记者杨茂莉的特稿说 其实两岸台湾人不要自乱阵脚 不要乱了套 他说吴钊燮把中共武力犯台 跟港版国安法绑在一起 让人怀疑到底是真的有情报基础呢 还是有其他目的 说应该要务实的往两岸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 而不是一再强调武力犯台论 向台湾的民众贩卖芒果干 亡果感 只会加深两岸仇系 中了大陆武统派的下怀 这是记者杨茂莉的特稿 觉得说如果没有具体的一个证据或情资的话 这样讲其实是贩卖亡果感 可能会让两岸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好 人民之间的仇恨 或者是对立越来越加深而已 这是今天在中时内夜的报道 另外中时也说 所谓的远港专案 现在跨部会的讨论 可能会强化港澳条例第18条 放宽审查延长居留与其免罚 那当然比较不倾向的是 另外例难民法 而是针对目前的法案来放宽 加强 让他们到台湾来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简单 自由时报今年头版头是 香港学生申请到台湾来大幅增加的数字 说从海外联招会的最新统计 今年港生联招报名比去年大幅增加62% 后续加上各校独招可能还会再写新高 面对香港局势动荡 教育部打算开放港澳升到台湾来 用外加名额不受1%的限制 过去有一个所谓1%的人数上限 那现在可能会弹性放宽 这是今年自由时报在头版头条的重点 而自由经验内页二版也是来规划一下 所谓的专案人道救援 未来机制可能会更明确 包括预算 包括该怎么做 都有一些推估的报道 那原则上来讲 是从既有的基础提供香港人更多的一个帮忙 这是今年自由时报的报道 另外来听到的是立法院 今天朝野会针对港版国安法表的共同声明 而在声明内容当中 当然是反对目前香港做的一切 可能针对香港民众 自由民主有影响的一些立法 同时在难民法的修法部分 在野党是希望能够赶快立 那当然把责任踢到执政党民进党身上 说现在希望政府 不管是修难民法或修法 都应该要由法源依据 建立更完整香港人到台湾来的庇护机制 这是今天在国内的一些反应 当然港版国安法到底会怎么走 今年联合报在那页三版说 一个表决两种前景 人大今年表决草案立法进程可快可慢 法律范围可大可小 由常委会拍板的可能性最大 好当然在表决授权之后 人大常委会会进入立法阶段 包括了立法审法通过 以及实际上的实施 刚才有提到法律范围可大可小 就是说到底是这个规定的很细 什么样的行为促法 还是说比较模糊的空间 例如侦查审讯定罪刑罚等等 到底是要松还是要紧 就要看接下来整个立法进程 在过程当中端出什么样的内容 给大家来审查给大家来审视 昨天香港人还是上街头抗议国歌法 因为他们同时的香港立法会 在今天二读辩论国歌法之前 昨天香港有相当多的示威活动 上千人上街头 当然三百多人被警方逮捕 那国歌法还在继续审议 这个国歌法规定 香港在部分场合一定要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那如果说你没有站好 没有树立 或者是说你去变造这些国歌 开玩笑哭手的话 可能通通都违法 好这样一个做法 或许在中国大陆是习惯了 大家一直都是这么做 但是对香港来讲 这可能跟过去 他们信仰的言论自由是不一样的 所以香港人非常的反弹 那昨天有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今天在联合报的报导说 因应港版国安法 现在国安人士认为 印太周边国家调整军事部署 或许接下来习近平会再提地动山摇说 因为我们也很担心 对于台海情势 有一些变化 台湾会不会变成在这一波 国际要制裁香港或中国大陆的同时 成为戴罪羔羊 或者是转移焦点的一个目标 好自由时报 今天的三板则是美国挥大刀 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待遇 蓬佩奥的声明说 港版国安法 已经没有办法保证香港自治 所以会扩大制裁的对象 当然首先就是 针对一些官员赴美签证设限 或者是今天白天 今天早上讲的 可能会取消 对于香港的特殊贸易待遇 当然这对香港的整个经济发展 以及它在国际上金融中心的位置 转运中心的位置 可能会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 所以今年这个部分 白天可能持续还会一些观察跟分析出来 好听完了这个香港的情势部分 我们来听台湾我们的振兴券 振兴券 因为昨天的疫情部分 再度是零确诊 本土已经连续45天了 所以接下来要规划的是振兴方案 今年中国时报的头版二题说 第二阶段的安心旅游补助 7月1号就会上路 那这个安心旅游补助呢 自由行美房可以省1000块 游乐园每人可以免费玩一次 昨天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一些 这个解封的措施 包括扩大松绑生活防疫规范 餐饮休闲议文不再限制人数 而且呢 这个解封 就算时间6月7号之前 又传出本土个案 只要是零星的 我们时间表不会受到改变 还是照常解禁 除非说有大规模的群聚 那到时候再讲 那接下来疫情记者会 6月7号之后 也是每周一次 不会像现在天天开了 好 这是疫情在趋缓之后 我们一些初步的做法 当然6月7号大松绑之后 国旅最大优惠的强心针 第二阶段安心旅游 7月1号上路 本来是要这个到后面才上路 但是现在要提前了 林佳龙将在一周内 扩大国旅的补助措施 告诉大家具体的做法 预计补助期限4个月到10月底 结合振兴券 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多的优惠 让大家刺激消费 初步规划自由行每人 每房补贴1000块 里岛在加码 不设年龄 可以免费到游乐园去玩一次 台湾观光80 两人同行一人免费 而团体游呢 补贴上限3万块一个团 每家旅行社申请上限是35团 三天以上行程 每团5万块 里岛7万块 当然这些是比较细部的一些做法 那昨天呢 采线团已经开始去玩了 接下来就要看民众的部分 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这个受到优惠 那今天在联合报的二版也有说 昨天振兴券 从要发 那从以前叫酷碰券 后来变振兴券 一路以来一直改 一直改 但是指纹楼梯响 到现在都还发不出来 所以很多人都说好防疫可能可以拿95分 但是振兴的部分可能只有59分 这么慢到底要商家等到什么时候 商家都快撑不下去了 今天联合报二版的标题是 蔡英文昨天定调 发放要简单 让民众更容易取得 不管蓝绿都在骂振兴券 中指委抱怨说 他根本搞不懂振兴券是什么 那绿营立委也说 行政院难道有马英九心魔吗 干嘛搞这么久 要发就发 那其实根本就不给力 到底是振兴券还是促销券 你要民众先花1000块 花钱去换券 那到底是想要民众怎么办呢 那每个人都有一千块吗 为什么不直接发2000块 当然在绿营方面 也不见得很认同目前的做法 所以今年联合报的标题是 蓝绿都在骂 电商也在骂 电商说你如果要刺激消费 现在网购这么多 你竟然不让电商来用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没有把电商纳入 这个振兴券里头 当然行政院解释是 因为在疫情纾困期间 电商的生意相对比较好 如果议题实用的话 就违背了想要帮忙 这些实体店面的一个用意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 行政院觉得电商不用纳入 当然不过电商觉得 自己受到影响 所以电商也希望能够把他们纳进去 低收入户这个券怎么发呢 一千块发三千块 但是低收入户根本没有能力拿出一千块 昨天国发会主委公明星说 政府有低收入户的名册 所以言你说直接发三千了 而且送到你家去 不用你再出来领券 应该是比较对于这些所谓的弱势族群 是比较有帮助的 口罩六月解封国家队改打国际杯 现在大厂接一片上一片的订单 也把小厂拉进来 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消化的话 希望这些小厂加入供应链 擦亮MIT的招牌 口罩的问题 昨天经济部长沈容金说 如果开放实名制 跟市场自由购买之并行的话 很多人担心口罩价格回不去 以前一片就是两块三块 现在你实名制之后搞到五块钱 那未来会不会就下不去 永远就是五块十块呢 昨天经济部长沈容金说 不会一定会五块以下 那口罩业者就跳脚说 那你帮我订了一个天花板 不是市场自由机制吗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不能够 卖六块七块八块呢 昨天经济部说 也没有这件事 是市场决定 那你要卖就卖 我们只是有个参考价格放在那边 民众如果觉得 其他业者卖十块太贵 那你可以去买 我们实名制的五块钱的口罩 大家可以用你的行动来选择 你要买什么样价格的口罩 这个是一些争论口罩问题 不过当然也有业者很悲观 或者是很客观的来分析说 两块三块回不去了 你已经卖到五块 就不可能再往下调 以后可能一片口罩 甚至要十块钱才买得到 好再来听联合报 今天头发二题 法院停止执行 妇联会败部复活 这是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 就是妇联会 因为政党法施行之后 两年内转换为政党 并没有这么做 所以被内政部废纸立案 清算资产 妇联会申请假处分暂停执行 台湾高等行政法院认为 政党法当中退场机制 严重僵化 过度限制人民结社自由 有违宪的问题 所以昨天裁定 妇联会不能收受政治现金 其他的申请都获准暂停执行 不过全案还可以再抗告 本来妇联会被迫 因为这个没有变政党 所以可能会废止立案 清算资产要解散了 但是法院停止执行 现在妇联会败部复活 今年联合报放在头版二题 自由时报头版二是 重归祖国引发争议 台师大要改校歌 台师大的校歌里头呢 有一句叫做 台湾山川气象熊 重归祖国乐荣荣 这个重归祖国这几个字 可能在现在年轻人 或者是现在的氛围当中 是没有办法符合大家期待 所以台师大要改校歌 另外自由时报的头版二 还有汉光兵推 扮演中国网军演习之后 续害五名军事官 涉嫌刺探秘密罪 被移送法办 好这个案子是 在国防部的资通电军 五名军事官在汉光33号演习 扮演大陆骇客 成功迫进 我们国军的人资管理系统 切得多名将领各资 表现优异记录获奖 不过演习之后 国防部发现 他们竟然还在继续害进去 所以觉得这个行为不太OK 那这些人就被移送法办了 但是今天早报呢 自由时报是把它放在 头版的二题下半版面说 社犯最嫌碎被移送 但是苹果日报 今天有所谓独家 说这五名骇客 明明是我们的红军战士 他帮我们去扮演 对方假想的敌人来刺探 来看看我们防害能力如何 但是没想到 当时不给国防部长官面子 就害进来了 那疑似高层出招报复 这是军人的内斗 国防部内斗 所以现在又把他们移送法办 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自由时报说他们是继续害 所以被以刺探秘密罪移送 但是苹果日报帮他们发声 说他们是被长官报复 所以在不给长官面子 让大家颜面挂不住之后 现在被移送法办 好 再来听到的是 自由时报今天头版下半版面 躲实名制 酒店便招待所藏在民宅 阴阴厌厌静静出出 但是住户检举 警方竟然没有积极的处理 今天自由时报 把这则新闻 放在头版的下半版面 也做了大规模的一个报道 好 时间7点51分 我们要赶快来听广告 广告之后 回到现场还有财经焦点 等着大家 大家不要走开喔 中广新闻网 有telegram官方账号啰 没空找新闻 就follow中广新闻telegram 重点新闻提过来 时事话题都能接 简单三步骤 下载 今天其实广告时间很短 我们在找报纸 对不起 好来 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要讲陈时中 我觉得陈时中真的 他昨天有讲一句话 就是说 等到大家厌烦了 他就不会再继续爬爬爬 去做行销 我觉得也有点歪掉了 就是 第一个你看 他一直不让高铁卖战票 那我想说你明明 你之前去墾丁的时候 大批人挤着 其实大约还有很多人没戴口罩 这样是OK的 那他也讲说 取消人数限制活动都可以办 那如果不能维持社交距离的话 我们就来戴口罩 那为什么不规定战票 可以戴口罩就好了呢 我就有点矛盾 另外呢 你不是要来推改良 就是改革健保制 那你现在人情就被耗损之后 你要怎么来推这些福国利民的政策呢 我觉得怪怪 时间7点52分 欢迎回到中港早报新闻 我是谢岳荣 好赶快来听一下今天的财经重点 工商时报 头版头条 台湾5G资费 全球最便宜 月角吃到宝方案 早鸟哦 有599块 1399块钱 比南韩美国大陆更低 台湾5G玉地 第三季开台 最快中华电信 7月就可以抢头箱 五大电信公司暖身先行的早鸟方案 电信三雄1399元 上网吃到宝 网内互打免费 台湾之星更便宜 599双宝资费 比起其他国家都是低的 所以说我们台湾是5G最便宜的国家 今年工商时报 头版头条做了大标题的报道 那下半版面还有关于 这个人大 今天表决通过赶把国安法 昨天川普呛下要终止香港特殊待遇 以及日本在异后就经济追加了1.1兆美元 当然除了日本之外 欧盟也祭出了史无前例的刺激方案 大家都希望在疫情之后 能够赶快经济重振起来 好 工商时报头版下半版面是台北文华 东方暂停住房裁员超过200人 这是台湾第一家国际级的酒店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受到国旅 这个当然帮他们帮的范围比较小 他主要是外来商务客 会入住这么高档的酒店 但是显然在这一波疫情当中 境外人进不来了 他们受到影响 所以撑不下去 暂停接客房的这个订房 然后呢 大概全饭店800多人 现在要裁掉200多人 今天工商时报 头版下半版面的新闻 变连重点 工商时报三版说 OPPO要玩晶片 挖联发科的高手 这是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 说这个大陆半导体去美国化之后 OPPO要挖脚联发科 今天经济日报说 手机品牌大厂加速自制晶片 我IC设计一哥 面临包括订单 包括研发人员 大大流失的压力 好 经济跟工商都用大标题来报道这则新闻 另外工商时报 二版版头 李嘉诚表态挺香港版的国安法 林荣景被信案逆转 二审获判无罪 台湾消费者信心十年半来新低 进军自驾车 亚马逊要收购 这是今天在工商时报的报道 另外经济日报头版下半版面 降息效应外币保单销售衰退 前三个月 新契约保费收入减少13% 美元人民币澳币 这三大商品都是下滑的 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经济二版也是川普制裁大陆 要宣布新的措施 王文渊看石化景气有三大担忧 张国华出招 稳住长荣行的经济权 当然长荣行的经营权 今天在财经报纸 以及综合性报纸财经版面 都有做一些报道 在内业新闻 我们先来听到的是 今天在内业的国际关注话题 昨天刚才有提到日本追加33兆元 来刺激经济 欧盟则是端出24.8兆元 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案 南韩昨天确诊写下7周来新高 有一个物流中心群聚感染 裁减超过3000多人 还有在川普的推文部分 被推特警示说 这个消息要在查证之后 川普杠上推特放话说 要让推特关掉大门 不过当然在推特部分 今天也有网友检举说 他背后有个独立董事 可能有所谓大陆背景 有红色背景 指一说现在推特会不会 审查他们的言论变成微博化 好这个是今天的国际关注重点 霸函 今天忠实在二版痛批 祖霸函国家对教育部也来嘎一脚 昨天教育部说这一天是停课的 那当然今天早报忠实痛批说 大开民主倒车 各个单位全国的各个政务机关 通通动起来 就是要让罢韩过关 各方质疑不公 那周选会昨天说 我们没有不公平 我们一切都按照规矩来 说这个并不是所谓的介入 而是依法可行 那之前法务部长说 罢韩团体文宣用法务部的布灰 如果可原谅就可以原谅 但是昨天次长蔡壁中说 公诉罪不能够行政指导 说这个部长的话 可能显然是有问题的 好再来听到的是 黑帮扰罢韩投票 警方掌握六件参会行动 那当然这个是自由的大标 说可能有黑帮要介入 帮这个韩国瑜来监票 好在内页新闻呢 我们时间到了 如果想要掌握更多新闻的话 欢迎上中国主播 谢热荣的脸书粉丝团 我们有一些重点新闻整理报道 提供给大家时间到了 明天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